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在這一節我們一起去跟進一下美國方面的最新情況 話說保守派政治行動大會就在上星期四一連四日舉行 去到昨天就正式閉幕 而特朗普總統就為今次的大會進行了壓軸演講 而他今次演講的內容也是相當之重份量 接著我們又會去看看加州罷免州長的情況 現時已經有180萬名的選民已經進行了聯署 很大機會就會成功啟動到罷免 而特朗普總統的其中一名重要親信 也已經作出表態打算在加州州長的補選當中參選 為2024年共和黨重奪政權打響頭炮 在講下去之前首先就要呼籲各位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在昨天特朗普就作出了他卸任之後的第一場重要演講 而這次的演講就是很清晰地勾勒出 共和黨和保守派在未來幾年的方向和道路應該怎樣走下去 首先來說在這次演講當中 特朗普暗示出他會在2024年捲土重來東山再起 雖然在他的演說當中沒有正式宣布會參加2024年的總統大選 但從他的子女行間是可以得出這個結論 其中一句說話就是這樣說 說他可能會決定在2024年第三次擊敗民主黨 第一次我們知道在2016年 第二次特朗普總統是說去年 因為他認為去年本質上應該是他贏 所以第三次就會在2024年 他說可能第三次會擊倒 即是說他是有意參選 故此雖然他沒有很明確地把這個訊息表達出來 但是已經是暗示了 同時他也駁斥了一些不實的傳聞 在過去一兩個月 有不少人就指稱 特朗普會自行組成一個政黨和共和黨抗衡 甚至乎有些主流媒體 還裝模作樣去做一些民意調查 說到底特朗普組黨你們知不支持 我們很早的時候已經斷定了 特朗普是不會自行組黨的 他一定會留在共和黨裡面 反而將共和黨裡面的反對勢力 邊緣化和縮清 所以我們的研判是正確的 特朗普總統就說 共和黨將會緊密地團結起來 比起以往任何時候都會更加強大 而他本人是不會成立一個新的政黨 這個是假新聞 所以那些陰謀論者已經全部沒有市場 已經是一掃而空 因為特朗普說明了他不會組黨 所以那些人就不用再傳來傳去 這是他的宣示 其實他這個決定是很容易理解的 因為美國的政治長期來說都是兩黨政治 而共和黨也存在了一段很長的時間 在今年累月下累積了不少支持者 而他們在各個州的地方黨部 也有很完善的建設 所以沒有理由輕易放棄這個政黨 反而由零開始重新來過 如果由零開始的話 你基本上就是會和共和黨攬炒 因為無論如何都有部分共和黨支持者 他是不願意轉台 他是不願意轉投新政黨 去到中期選舉和大選的時候 只會造成一個殘酷的場面 就是核棒雙爭 愚人得利 就會益了民主黨 所以特朗普他決定留在共和黨內 緊密地團結大多數的黨員 其實是一個非常理性和務實的決定 我認為這是值得支持 反而有部分人經常叫特朗普 自行組黨 共和黨沒得救了 其實這些人就是把香港那套政治套進去美國 因為香港政黨的組織是相當鬆散的 根本上香港也沒有政黨法 那些其實是有限公司 大部分都是 所以 就以為組黨很容易 因為香港的政黨其實都沒有什麼黨建 有什麼地區黨部可言 就算有什麼支部 其實都是廢的 香港的政黨是很流的 就不同 美國背後的利益盤根挫折 每一個政黨背後都有一班固定的支持者 有金主 所以就不能夠同日而語 另外 特朗普總統也提到一件事 就是揭示了黨內有一定的矛盾 他怎麼說呢 他說共和黨裡面是團結的 唯一的分歧就是 在華盛頓特區 即是首都那裏 有少數的建制派政治黑手 以及在各州其他成員之間的分歧 說那些什麼 少數建制派的政治黑手 明顯地就是 是說以麥康內爾為首的黨內反對勢力 因為這班人往往喜歡和特朗普對著幹 當然他們是反映不到真實的民意 因為就算他們所代表的州份 其實民意都是支持特朗普居多 但是為什麼他們要針對特朗普呢 因為他們根本上就不是代表民意 而是代表幕後勢力的政治利益 他們就是這些幕後勢力的代理人 所以他們就要在黨內抬降 就要在黨內從中作梗 眾議院都有這些人 那就是以切尼的女兒為首 即是列支切尼 幸運的是 其實這班黨內的反對勢力 都可以說是人丁單薄 勢孤力弱 尤其是在眾議院裡面 上一次的彈劾案當中 只有十個人賭戈 其他大部分都已經被特朗普團結起來 連眾議院的共和黨領袖和黨變都已經去過海湖莊園 進見特朗普 所以已經穩住了眾議院裡面的形勢 而在參議院雖然有一隻老奸巨滑的麥康奈爾 但是特朗普已經跟很多參議員聯繫起來 所以他們就不能再有什麼大動作 甚至乎上星期麥康奈爾都已經在口頭上投降了 至於特朗普提到什麼地方的矛盾 應該是說 有部分地方勢力 他們是擁民意而自重 其中一個典型的例子 就是已經走了那個麥凱恩 因為麥凱恩在生前 已經跟特朗普公開抬降 他走了之後 他的遺商當然也不妥特朗普 所以在阿里桑拿州的選舉當中 特朗普吃了不少斧頭 因為在這個州內 有不少民眾對於麥凱恩寄予了無限的支持 即使他走了之後 他老婆說什麼都會聽 應該是說這些地方勢力 但是這些就叫做局部地區性 對於整體的大局來說影響就不大 但是現在特朗普正正就是要強調黨內的團結 所以那些人的意見 我相信特朗普都會重視 看看怎樣可以拉回去 另外在今次的演講當中 特朗普就狠批了拜登的政策 他說拜登在短短的一個月裏面 將他的美國優先 即是America first 就變成了 America last 即是說美國爆尾 為什麼呢? 他說拜登所搞的事情是反就業 反家庭 反邊境 反能源 反婦女 以及反科學 他說大家都知道拜登政府很糟糕 但是我們從來都沒有人想到 原來他可以走到這麼肉酸 這麼偏激 拜登的激進移民政策 不單止是非法 而且也是不道德 是無情的 是對於美利堅合眾國 核心價值觀的一種背叛 當然拜登的移民政策 很多民眾都感到相當反感 因為拜登擺明就是要放生 那些來自中美洲的非法移民 不但要不遣返他們 而且還要鋪上路徑 讓這些非法移民取得綠卡 取得在美國的合法居留 你這樣搞的時候 根本就是對於移民政策的踐踏 你收這些人的時候 原來就是實施底裏政策 你對於其他合法移民 申請到美國住的 那些人是很不公平的 合法移民 要合乎一定的規範 反而那些來自中美洲的移民 他只要踏過了美麥邊境 能夠成功進入美國境內的時候 你就放生他 那你豈不是完全無視了那個既有制度 所以特朗普對於拜登移民政策的批評 是有所本 不是無的放置的 而且你通過合法途徑移民去美國的人 美國政府本身是可以作出篩選的 就算你說投資移民 如果他是不符合某一個資產規定的時候 他就不可以移民 但是那些非法移民 美國其實就是被動地去接收 只要他肯踏過美麥邊境 你就已經是鋪路給他在美國住了 那到底來了什麼人呢 你又不篩選 你不會遣返他的 這樣的時候 根本上你就是亂收人 而且這幫人就是會對於美國的經濟造成一定的拖累 有些人他就不做事 他就拿福利也有 那你又給他的 那你豈不是拖累了美國的經濟復甦 是會造成很嚴重的社會問題 所以難怪特朗普是會在他這次演講當中 特別是家賊一節 來批評拜登的移民政策 特朗普還說到 說共和黨在未來 就會成為一個 捍衛美國勞動家庭的社會 經濟 文化利益 和價值的政黨 共和黨是會捍衛每一個民族 每一種膚色 每一種信仰的政黨 而共和黨也都必須要把 美國公民的需求和利益 擺在第一位 其實他這番的說話 就是要說給普遍的美國民眾 因為現在拜登推行的措施 都是倒行逆施 包括他上任第一天 已經令到幾萬工人失業 所以特朗普特朗普 特朗普說這番說話 就是要拉攏重視經濟 重視社會價值的選民支持 另外特朗普還說到 說要強調繼續對華強硬 他怎麼說呢 他就說應該要直接面對中國 將在中國的工廠和供應鏈 帶回去美國 並且確保得到 美國會主導未來 而不是由中國主導未來 他又批評 當那些大企業要離開美國 去到中國設廠的時候 就等同於為中國創造就業機會 故此這些大企業 是不應該得到獎勵 他們是應該被徵收關稅 罰款和懲罰 他還說會堅持對華強硬的政策 他這番的宣示 其實就是跟拜登 一拍完的時候 拜登就完全是比下去 接著我們就看看 加州州長被罷免的情況是怎樣 加州州長扭心 都很大機會會遭到罷免 因為截至到昨天 發動罷免的一方 已經是偵襲到超過182萬名選民聯署 突破了門檻 門檻就是要150萬名選民 現在是有突的 所以就算剔除了那些重複簽名 或者是無效的簽名 諸如此類 其實還有32萬的水位 做一個走盞 你沒理由說 有30多萬人是亂簽的 我不相信有這些出現 而加州的選舉制度 就很特別 因為加州的罷免案 就會跟新州長的補選 放在同一日進行 這樣當然會刺激到很多選民去投票 如果你純粹說要罷免這個扭心的時候 就只有扭心那些 haters 即是說不喜歡扭心的人 才會走出來投票 往往可能會使得 投票率達不到官方制定的門檻 變成是 你做不到倒台 問題就是 你加上保選的時候 你變成就算民主黨 或者是共和黨 他都會派人走進去選 因為你民主黨也好 他沒有理由是不派人的 他不派人的時候 你一旦扭心走去被人罷免了 變成那個州長的位置 就自動落進去共和黨手上了 所以在兩黨都會派人參加這個 補選的情況下 就一定會推高了投票率 你一推高投票率的時候 其實扭心 收皮的機會就很大 因為他在過去這一年的表現 實在是太過強差人意了 無論是處理疫情失敗 或者是處理經濟那裡 你就不停地加稅 或者是處理其他民生議題方面 導致到有很多民眾反感 如果不是 就不會有差不多兩百萬人去簽名 這個是很誇張 那你一旦扭心收皮的時候 究竟這個傳統的南州 有沒有機會變天呢 不是說沒有 2003年的時候 那個民主黨的州長被罷免了 當時共和黨派出了阿洛舒華辛力加州去參選 他就挾持著自己的明星效應 那種親民的感覺 就是贏出了這個選舉 而且他還在第二次選舉的時候得到了連任 所以就不會說共和黨派出的候選人一定選不贏加州州長 是沒有這回事的 那現在呢 特朗普的其中一名重要親信 就已經暗示了說要參加這個加州州長的補選了 而這個人選其實也獲得了加州黨部很多人的熱烈支持 那他就是美國前代理情報總監格瑞奈爾 也在特朗普總統執政的時期 曾經做過美國駐德國大使 在去年他也是很積極地協助特朗普總統尋求連任 所以他跟特朗普關係相當密切 那好了 他現在說有意參選 當然啦 共和黨部已經為之一陣了 你起碼做一個真真正正的自己友 你不要做一個名義上的共和黨人去參選 也不知道撐好不撐好 那這個起碼來說大家都是相信他的 是覺得他是可以付託的 那好了 你黨內的團結就已經得到了 那當然啦 你就要放他上台面到底民眾接不接受 那好了 在現在這個紐心做到烏理單獨的情況下 我相信共和黨不是完全沒有機會翻盤的 這個加州是有機會重奪的 因為你實在做得太過頑皮 再加上這個疫情是很多人的惡夢 可能有不少的民眾就願意給你這個人試一下 尤其是你拜登已經是全面執政了 無論是白宮參眾兩院都是你控制了 那有些民眾就會出現一種叫做鐘擺效應 反正都你做了 不如在這個州又給他試一下 所以不出奇的 可以翻盤也不出奇的 如果不能翻盤 那這個是非戰之罪 因為加州一向都是以民主黨人佔有優勢 如果是翻盤 就會為共和黨人大震士氣 因為現在共和黨將要面臨著三場硬仗 第一就是加州的補選 如果能搞成的話 第二就是紐約州州長的罷免 究竟能否成功罷免到科目 第三場硬仗就是在明年舉行的眾議院換屆選舉 所以接下來這兩年其實都會很好看 很精彩 也是特朗普會施展他的混身解數 協助共和黨 打好這些硬仗 這三場硬仗其實就是2024年總統大選的前哨戰 希望特朗普總統能夠成功地帶領美國再次強大 這也是他的口號 就是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